东部战区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东风17型导弹,作为区域防御和安全基石,这款导弹自从问世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因为东风17型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,还能够实现变轨飞行,美国的拦截系统对其无能为力,系统根本无力做出正确的测算和推测,接下来应该采取的拦截反应,更不能判断接下来导弹将会产生的轨迹变化,因此面对东风17型导弹,美国都感到无法应对。 这也让中国通过东风17型导弹,提升了国防安全系数,也能为台海区域的稳定,提供强大的帮助,东风17导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,甚至被认为是超强和震慑的效果,不仅让敌人都无法拦截,还能让心怀不轨的潜在敌人,不敢轻易来犯,东风17型导弹能够击穿航母的钢板。 一般的军舰在它的面前都是活靶子,作为高超音速反舰导弹,东风17有着2000多公里的射程,最远能达到2500公里,机动灵活反应迅捷,能够快速实现发射和摧毁敌人的目标。 锁定并打击移动中的目标通过测试表明,东风17具有高度的突破防御网络的能力,而且能够打穿敌人的航母,要知道制造航母的特种钢材具有超级强度,一般的导弹轰炸, 都难以破坏,而东风17能达到击穿航母钢板的摧毁程度,这是让敌人心惊胆战的威力。 只要是在东风17的打击范围内,敌人的目标就很难逃脱,因为它具有高精度打击能力,而且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,有着远红外瞄准能力,通过光学追踪实现精准的打击,即便是在恶劣的天气下。 打击精度也不会产生影响,东风17在研发设计过程中,使用了新型的耐热材料来建造,达到大气层之后,因为飞行速度过快,导弹头部的温度急速升高,一旦使用的材料耐热性不过关,将会导致导弹的打击能力急剧降低, 中国军工团队使用微纳复合材料的金属机材,来打造超级耐热的东风17型导弹头部,让东风导弹在高速飞行之后,导弹头部的温度即使升高,也不会影响导弹的整体打击能力,和摧毁力度最大化的作战效果,东风17型导弹。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强大的能力,让敌人航母也瑟瑟发抖,这款导弹设计,采用承波体导弹头技术,高速飞行过程中,变轨的弹道,呈现跳跃和难以预判的变化,甚至西方媒体曾契机败坏地表示,中国的东风17型导弹,变轨能力简直堪称诡异,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美国的拦截系统,甚至把多个不同的拦截导弹绑在一起,想要尝试模拟攻击,是否能够拦截中国的东风17,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了,东风17在亚轨道空间超高速飞行,空气高度压缩,会出现一种物理的激波现象,导弹在这种现象的作用下,会产生阻力,飞行速度会降低,而承波体导弹头,则能够实现稳定高速的飞行,能够在大气层中跳跃变化,变轨能力强大,敌人的拦截系统,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预测和归纳它的规律,这让敌人的拦截系统,根本就无从着手, 甚至理不出头绪,更何况东风17主要飞行路线都在大气层中完成,因此东风17型导弹成为目前连美国都无计可视的高超音速导弹,更在全球范围内都扬名立万了。 网络上有关于东风17型导弹发射的画面资料,当它腾空而起,尾部喷出的巨大云朵和火焰显出耀眼的光团,最高速度达到10马赫,相当于每小时飞行速度为1.25万公里, 为什么说对中国怀有潜在敌意的国家,面对东风17的周密部署都不敢轻举妄动,这款导弹的威力自不必说,它能够在2000公里的打击范围内形成极大的摧毁力度, 它不依赖固定发射井,而是使用可移动的发射装甲底盘,使用车辆运载,对于需要打击的坐标进行灵活移动。 能够根据作战需求,实现快速的转移和自行式移动,这种机动作战的能力,不仅能让东风17成为战场上的增援和突袭的主力, 更让它具有高度隐蔽能力,实现更为给力的隐藏目的,把发射阵列隐蔽起来,让敌人难以发现,东风17反舰导弹能够根据卫星制导和导航信号, 更加精准的校对需要打击的目标所在的坐标位置,极大增强的打击的精准度,让爆炸的威力,集中体现在需要打击目标的主体中心位置, 而且这款导弹威力非常强,通过助推滑翔和寻找攻击目标。 三段实现最终的高度突防和摧毁敌人目的,这款导弹目前在中国东部战区大量部署之后,让周边的敌人都感到恐慌, 中国军工是低调不显摆,实际中国拥有杀手锏武器,比如歼11B战斗机真的实力强悍, 而东风100导弹超音速巡航导弹,更是具有让美国萨德系统都傻眼的实力, 歼11B重型战机是中国进口苏27SK战机,借鉴和参考学习之后, 加强航电系统先进程度,提升研发实力后,打造的第三代技术的国产战斗机,经过吸取优势和升级。 对于这款歼11B呈现更远的航程能力,重量为33吨,机长为21.9米,高度为6米, 能够实现全天候作战,机腹挂在四枚中具空空导弹,即以尖端悬挂两枚格斗导弹, 在保持千余公里作战半径的同时,战力和威力都维持稳定, 对敌人的目标能造闪电迅猛的摧毁打击,而且发射精度高,打击威力大, 对于空中战力的提升,是一款主力重型战机,歼11B能追击敌人到很远的战区位置, 也能持续作战,实现打击多个目标的作战目的,执行多种作战任务能够有极强的续航实力。 在战区滞留时间90,武器导弹炮弹等都依然供给充足, 这些优势让歼11B的打击实力更为引人注目,而且它的操控轻盈,反应灵活, 对于需要不同战区作战的需求来说,给空军带来更多助力, 兼11B同时具有隐身能力,在雷达系统的侦测敏锐的情况下, 不分白天还是黑夜,都不影响攻击目标的准确度, 而且在电子火力控制系统的加持下,能以精准连发的状态打击敌人目标, 实现更为恐怖的战力。 有军迷表示,兼11B的战力呈现,也能表现出中西战机技术优势更强的联合。 以及中国军工的强大提升能力,有消息称,随着技术不断快速发展, 中国的大批歼11B型战机将会逐渐分批次返回军工厂, 实现升级优化为歼11D,成为战力和表现更为突出的最新机型。 再来看一下中国的东风100型导弹,这款导弹的出现,很是低调, 甚至只在阅兵式上出现过一次,就一直没有过多的消息了。 东风100的厉害之处在于,敌人的侦察系统, 对它是无法推测,无法猜透,东风100可能用4马赫速度飞行一段, 再用3马赫的速度飞一回,然后可能突然又加速到5马赫的速度了, 仅仅速度的变化就已经能让西方的反导系统崩溃, 比如美国的萨德系统,如果想用来侦察中国的东风100, 估计是找不到任何规律监测,也无法捕捉, 计算它接下来飞行的速度和轨迹,更别说变化速度也变化轨迹了, 仅仅速度对比,就是美国战斧导弹的4倍,射程是其3倍, 迄今为止,美国最头痛的就是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, 完全是美国拦截系统无法阻挡的存在, 美国为了打造出先进的拦截系统, 不惜把几款拦截导弹组合到一起,形成一个拦截盾牌, 结果依然无法计算出东风导弹的变轨规律, 就无法实现对飞行轨迹的预测, 更无法给出拦截的预判和方案, 因此,面对东风100型导弹时, 这款变化多端的导弹,让西方多目瞪口呆, 仅仅听说都觉得过于神奇和刁钻, 而这款导弹使用的超燃冲压发动机, 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打造出来的, 能支持导弹实现分级飞行, 从发射直冲3万米高度后, 拦截系统的30公里射高下限, 面对导弹100公里的中段高速, 简直望尘莫及, 巡航导弹在大气层中飞完整个3000公里轨迹, 美国的拦截系统无法侦查和锁定这个高度, 即便想要去探测,都无能为力, 更何况,导弹进入末端实施攻击阶段, 依然有着强大的飞行实力, 即便到了这个阶段, 依然存在变轨的机动调整实力, 还能伴随加速俯冲,实现爆炸摧毁,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威力简直炸裂, 东风100是目前军迷都了解的, 而且打击威力巨大, 让敌人无法躲避, 拦截系统一看一个不吭声, 因为根本无从拦截, 不可企及, 向其他种进程导弹, 美国可以使用密集发射拦截导弹的方式, 企图用眼花缭乱的打击方式进行无差别的覆盖飞行轨迹, 从而实现拦截效果, 但是对于东风100, 美国的拦截导弹就算漫天洒着发射, 也根本构不成密集的拦截态势, 因为东风100的飞高超过美国的拦截导弹能密集去阻挡的限度, 东风100这要牛, 说明中国军功真的更牛, 中国国防安全的保障就更提升明显, 未来中国东风100作为护国重器和杀手锏武器, 将会对敌人形成更大的震慑力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单看世界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, els呢队失去睡一眼电话Palm 散度 靠 靠